整名聽擺放有什麼注意的 搞太多啦 嗨我是冰冰啦 少年學長又來了 對 浩操我們是 今天少年 對 今天又來做一個 快問快答的風水Q&A 因為上次發了一個風水Q&A 之後超級多問題 然後問題多到爆 然後我把它整理了 像因為我們大概有四五十題 超級多 然後我就把它分為 四十個太多了嗎 回答完已經十點 格局跟大家最建議的財位的問題 客廳我把它分一區 廚房分一區 然後跟最重要的主臥室分一區 所以我們先來格局的問題 第一題是 樓中樓有什麼風水不好講 或注意的地方 樓上有什麼風水不好 就這樣 欸快到我嚇到 那樓層差異 例如說有些人就頂樓啊 或是四樓不要埋啊 什麼不好的數字的樓層不要埋有什麼 頂樓比較容易就是 沒那麼好 不知道嗎 因為它很薄 其實它滿很薄 很薄 所以住四樓還好 那有點不影響 沒差 那如果 就是那個現在以前是福地 福地是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讀者問 福地應該是 木吧 或是以前有過的 還是龍穴 如果以前是不好的 刑場 如果太近就是 如果十年內盡量避免 如果很久 應該二三十年 二三十年就沒差 就是還好 門對門的風水有什麼機會 掛個門鏈就好 掛門鏈 你說我在大門對 別人家大門 然後我家掛門鏈 嗯 如果我家掛門鏈真的很奇怪 對 還要不要掛 不過你不會怎樣 反正你跟對面講話 喔 不過你不會怎樣 有些人問說 如果他的房子很小 他就是避免不了 例如說 沙發後面有涼啊 然後床上面有涼 怎麼辦 沒救 沒救 對 因為他就是鋼筋密度 沒救 對你不好 好像怎麼太是 那個涼不好 是因為上面的鋼筋的關係 對 廚房或廁所在房子的中間 但這個磁場沒有不好 容易生病 有人問軌道燈對風水有什麼效嗎 看照拿 什麼意思 軌道燈就可以撞 但是燈照 對沒有差 照照拿有什麼差 不然你照你的頭睡覺 你都不舒服 就只有這樣而已 對 所以軌道燈沒有什麼差異 沒有 還有人問家具都要選有紅字的嗎 因為他說現在很難找 看那個文公尺 就上面會有收入 五萬尺 對對對 拉開然後擠胸 不用 沒差 我也沒看 新房跟中骨有什麼需要注意的 有沒有假熊啊 新房 就是在這個 對啊 中骨有沒有死過人啊 那如果真的有怎麼辦 那如果真的有怎麼辦 如果有死過人 我只見你別買 如果很近 我也是十年內 有人在這裡再見 就不要 或者自然走的 不要 一定要不要 進來房子的時候沒有玄關 算 穿藏煞嗎 不算 穿藏煞是窗對窗 開窗才算 所以沒有玄關沒差 現在很多房子都沒玄關 沒有差 主臥牆跟隔壁部的廚房 共牆怎麼化解 這題好難 那它主辦也偏包 吞到都沒差 對沒有什麼風水的 牆這麼厚 沒有差 你如果會聽到那邊 帶人家牆很薄 所以不會因為這樣子就變衰 對如果你應該睡不好 那你會衰啊 房間在其樓上 應該是透天的二樓的房間在其樓上 睡不好 就跟樓中樓一樣 所以如果樓中樓 我的床在底下就可以了 所以樓中樓的床在底下 然後工作座在樓上就很好 那你就工作不專心吧 所以不能買樓中樓耶 可以在樓上看電視啊 好 喔 看電視可以 對啊 你看電視不然 我有道理 好 快速的到了 客廳區 家中養植物 太多不好 很潮濕 樹 那些魚 魚也是一樣 因為養不好就不好 你養得活那就很好 因為通常你養得太多 神明聽百法有什麼注意的 好難多了 但是神明聽百法通常是 勞教者 儀式很多 但是至於說風水上 我們還是可以這樣 那我想說如果現在的房子 都裝潢成這樣 你真的要放神明 簡單來說就是 你就把神明當成 簡單的邏輯 說我放在廚房 不不不 你放在廚房可能不好 就是你轉眼就會爽 就會爽 就可以 你會不爽那就不可以 對 但真的很太長 這可能累不一整集 而且它很難想像 一般人很難 接下來就到了廚房區 開放式廚房 到底會不會破財 我意思是你會破財 所以你買這個 對 不是說你買的時候 你會破財 所以如果遇到開放式廚房 把它擱起來 有沒有擱都沒差嗎 現在很多建案的廚房 都沒有做起來 對 你喜歡 所以你就破財 你就會喜歡這種房子 花錢快點你比較喜歡這種樣子 可是我發現 不是要擱起來 是因為太小了 就擱不起來 擱起來很快 對 所以它就故意跟你做開放 對 所以還好 主要是你很喜歡花錢 所以你喜歡買這個房子 就是這樣 對 你就回家檢討你自己 是沒有愛花錢的 可以回家重新做財務規劃 所以不可以買這個房子是嗎 你還是可以買啊 就是你檢討你自己 就在把它擱起來 擱起來有擱起來不好一點嗎 也不用擱了 擱起來不會你還是愛花錢的人 不會擱起來 你就忽然變得這個節儉 這種不合理啊 冰箱可以兌瓦斯爐嗎 有人說這樣不好 看距離吧 所以冰箱對瓦斯爐是科學上的不好 還是風水 科學可以這樣 就是溫度不常 人在中間煮飯就會不舒服 就這樣 邏輯是這樣 對 所以不會有什麼風水不好的影響 現在很少在家煮飯嗎 除非你每天煮那當然有差 大門可以對主臥的門嗎 這也很小 很小 對這個風的問題 你門又不會一直開著 古代是因為它那個門 會是透風 現在不會 你現在門都氣密了 其實還 所以大門對主臥門沒有什麼差 對沒有太多差 超多人問這個 就是大家都很介意主臥有沒有窗 如果有窗的話 很多人都說要脫窗面擋起來 還是貼成霧的 或者是在膝蓋腰上不能有窗戶 你有沒有睡 真的啦 網路上有 沒有沒有影響 對 你網路上搜尋主臥是風水超多人 就說如果床腳對窗就會什麼 不會不會 什麼會指人睡的什麼的 不會不會 所以有窗採光好沒有窗 有窗比較好 一定要有窗 一定要有 對這正常科學的問題 然後就曬太陽 但不是明天暗 明天暗 明天暗是說你房子不能太亮 你會睡不著 所以如果有窗是不影響 你客廳很暗房間很亮 你覺得很奇怪嗎 你應該睡在客廳 可是我最近有看到一個 客廳很暗房間很亮 對啊 但是房間裡面就容易睡不好 又很亮 就離進去精神更好 所以主臥開窗其實是沒有什麼影響 沒有沒有什麼影響 那床尾對廁所或是對門 或是對窗哪個比較嚴重 對廁所可能有點嚴重 因為廁所髒喔 髒就有沒有 那晦氣會出來 其實現在你門都關著了其實也還好 那床尾對門呢 如果你一個人住 不會開門下到你的海 所以他只是因為以前 如果是這樣你可能會被嚇到 對 因為以前的門跟現在的門會不一樣 現在門可以鎖起來 可以幹嘛 你的進步還是還好 如果擺床有什麼靜靜 就這個人頭後面要靠牆 這樣好 其他人也很特別的靜靜 然後不要靠著床部 對貼窗你可能會覺得不舒服 你會怕 沒有安全感 那如果主臥室的床 很多人會放中間 放中間比較好 還是一邊靠牆 其實左邊靠牆都比較好 左邊靠牆比較好 你可以想像你說的角落睡的一個安全感 對吧 動物都喜歡 主要是這個是一個邏輯 邊有靠比較好 五邊沒有靠 那你自己說邏輯怎麼來 這個沒有一個大家公認的邏輯 就是我還沒研究 但當然我覺得你是因為右撇子去躲 你是右撇子嘛 你右手會一直動啊 但你左手其實不習慣動 所以最好左邊是穩定 右手動你不會覺得怎麼樣 但是如果你左邊一直動 因為你本來左手就很少動 也就不習慣了 但你說左撇子是翻過來 我完全沒有做的調理 但我的推論大概是什麼 左邊有牆比較好 對辦公室也比較好 所以辦公室也可以左邊靠牆 比較好 比較安心 最後一個 太好沒有落實 非常好 那個有人問房間擺電視會被你講不習慣感情 這就是什麼 真的有的啊 就很多人的風水都是主臥房會擺電視啊 問你一味氣看的劇是感情很好嗎 這個我覺得不會 因為我有朋友因為這樣在那裡 為了買電視炒很久 主臥是擺外販可能會有感情感 我有 腦中不清晰 對啊 比電視不很強 所以主臥是擺電視沒差 這還好吧 你的風水都好理性喔 大家不用想太多 就是風水的東西 我們常常開玩的時候這樣嗎 風水就像球鞋一樣 你穿得好一點的球鞋 你腳比較不會遇到 對 但不會讓你跳得跟Jodan一樣高 大家不要遇到 你剛才講了一個名言耶 風水的名言耶 對 那你爛眼風就像你穿著拖鞋打安全 你很快就戴卡 你就主要是這樣 所以你不用去糾結 對 就Jodan穿拖鞋都打贏 所以這個是住得舒服 然後有些勁機不要犯 我覺得就是一個很好的風水 因為我那時候找房子的時候 我真的是看了一大堆亂七八八 所以每一個都有不同的派 哈哈 我問了大家問題之後 每個人的問題都會突然變成我的問題 剛剛講的我自己都親身體驗過 所以什麼冷氣啊燈啊 什麼家裡裝的其他東西 都是自己出服裝嗎 所以不要現在 基本上是要 對 當然燈可能比較不一樣 就哪裡要開那裡開 可能會有它的特質 有 每年可能會一點點不一樣 那你有差 但其實如果你不是一直開著還好 那燈哪邊要開呢 嗯 在2019年的現在 就是你家中間開燈是好事 那每一年會換 但是我個人的習慣是習慣就是 我家門口燈是不關啊 就是 就是 對 進出的時候你都會覺得很亮 科學一點講就是你進來的時候不會撞到 對 對啊 那你出門的時候會腦袋比較熟 因為很亮 就這樣 你不會出門就覺得很暗 你出門就覺得 唉唷 要上班了 今天光速的完成了 呃 少年學長的風水Q&A 然後應該解決超級多人的疑惑 然後我覺得你們看完之後就可以 自己挑房子或是自己在布置家裡的時候 不會有這麼多的顧慮 然後如果還是有問題沒有回答到的話 還是可以在底下留言 搞不好我們可以再來錄更多更多的Q&A 因為風水問題真的超級多了 那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